朋友们好,我是石头 今天这期视频我是专门选择在晚上来拍 可能我的相机在晚上拍摄不是那么清楚 大家将就看一下 为什么我们要选择在晚上呢 而且我现在是站在我们这处吊台之上 我就想用我们整个院子的灯光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整个院子 现在改造的到底怎么样了 现在我所站的就是我们之前搭建好的吊台 背后是有一张椅子 还有一个很大的伞 这边是鱼竿 我们钓鱼的 底下还有高尔夫球 高尔夫球竿 这边呢,还有船 以后我们可以在这边玩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之前从网上买过来的盆景 那我们现在就从这边走上去 给大家慢慢的来 展示一下我们这个院子 看到底怎么样 这边我们是做了12级的楼梯 从这边走到院子的台子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现在我是把整个院子里面的灯光 全部都打开了 实际上我们布置这些灯光呢 是挺有讲究的 两边的大摆树枝上呢 我们是加装了两个大的射灯 直接射进我们的院子里面 那这边这边呢 就是我们的厨房了 我们先从厨房来看一下 这边的院子还没做好 要整个草皮就有几层过来 我们先把院子的草皮给做好 进度要稍微快点 要不然录音的话就录不起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灶台呢 其实挺简单的 之前我们在这边是做了一个台梁 相当于把整个屋顶抬起来 这边是有根立柱的 但是后面我们把这边的吊顶做好了 这边全部把这根台梁给包起来了 后面有冰箱 有微波炉 这边是我们的切菜的台子 这边是洗蟹盆 这边有醋油烟机 还有燃气灶 这边是我最喜欢的柴火灶 那这个视频挺长的 我们就抓紧时间来看一下 其实之前前几期视频就有人评论说 我们选择的家具好像不太搭配 在这边我就不过多说 大家来评论一下 这边我们就不踩进来 就因为这底下都是地板 这是很多鱼季 这这间就是组卧了 大家还记得吧 这间组卧是没有充户的 之前是加装了充户 后面我们就把充户给封掉 给大家看一下 充户就在这块位置 现在这里面还有最后的一道工序 没做好 就是这边的玻璃隔断还没做好 要把玻璃隔断做好了之后 整个这个卧室呢 基本上就如完工了 其实整体的效果 大家也可以看到 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坑条都是已经装好了 就在这边 这边是一整片的玻璃 实际上这边的门是还没有装好的 因为还有个小问题 我们要装那个沙舱 沙舱装好了之后 才装这个门 还有那个窗帘 继续来看 这边有那个户外的一些座椅 还有这个像类似摇篮一样的 这边还有一台 看一下这边 这边还有一个台 它的历史空调是在茶室那边的 还没有装 这边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客厅呢 在我们乡西这边呢 也叫堂屋 基本上都是一些 平时在这边娱乐的一些东西 有音箱 有电风扇 这边还有小的一套茶匙 这边还买了一顾最喜欢的画 大家要自己来看一下 后面是一个小柜子 可以摆放一些东西 在那后面呢 是一台历史的空调 很简陋 其实也挺简单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屋顶 我们这个灯光是选择呢 我们是顶上有两盏射灯 这边有一盏吊灯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布置 实际上灯光的效果 我觉得也是差不多了 因为这边是没有装门的 所以说还有很多家具呢 没有好好的整理 所以说 还有很多东西要去做的 今天我们买了一个宠物 狗笼子 买了一个小狗 在这边养 那这边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们做了隔断出来的一个小房间 那这个房间呢 可能透气性就不太好了 这边也没有空调的 只能用电风扇 但是这个房间呢 景色是挺不错的 外面就是一大盛的玻璃 直接可以看到横面了 那这间就是茶室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间茶室 这边是吗 看鞋子 这边也是一个 类似于树枝的吊灯 上面也是两盏设灯 底下就是茶座 泡茶接待朋友的地方 还买了一些小的绿植 就放在茶座之上 其实我最喜欢这间茶室了 因为我们这边三面都是大屋顶 坐在这边呢 也比较凉快 从这边可以看到河面的 这个地方是绿流出来的一块位置 准备要装刚才我们外面的那台历史的空调 就摆放在这边 这边是木柜子 里面放的有茶几啊 还有酒啊之类的 都在里面 简单的看一下 茶叶 这里面就是一个小房间了 这一台空调的话 是今天下午才装好的 所以说我就在这里 试一下空调的效果究竟怎么样 大概是个半个小时左右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卫生间 我们整个这边的卫生间 设计的是这样子 一个洗脸台子 一个马桶 后面就是一个隔断的一个领域的地方 上面装的是浴霸 瓷砖选择的是飞色的 地面的话要深一些 这样的搭配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好了朋友们 这期的视频就为你们展示到这里 这边就是我们整体 现在房子的一个情况了 欢迎大家评论留言 这套房子呢 可能我还会再拍个几期视频吧 到时候这边改造好了之后 我们就要回到我的家乡那边去 重新装修去年我们建造的那套房子了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